行义拳大师薛颠,行义摘要 一要踏腰,二要锤尖,三要扣胸,四要顶,五要体,六,横顺要知青,七,起砖落翻要分明 踏腰指,为吕上体而阳气上升,毒脉之理,而又为以之开毒 顶者,头顶,舌顶,手顶是也,头顶而气冲冠,舌顶而吼施吞向,手顶而立推山 提者,古道内提也,古仙云,紧搓古道内中提,明月灰灰顶上飞 而又为之提护灌顶,欲得不老,还精补脑 垂肩者,肩锤则气灌肘,肘锤则气灌手,气锤则气降丹田 扣兄者,开胸顶,耳通人脉之良真 能将精气上通泥丸,中通心圣,下通气海,而至于雍泉 恒者,其也,顺者,落也,其者,钻也,落者,翻也,其为钻,落为翻 起为横之师,钻为横之中,落为顺之师,翻为顺之中 头顶而钻,头缩而翻,手起而钻,手落而翻 足起而钻,足落而翻,腰起而钻,腰落而翻 起横不见横,落顺不见顺,起是去,落是打 起一打,落一打,起落如水着翻浪,方式真起落也 无论如何,起钻落翻,往来总要走不离泪,手不离心 手起如钢搓,手落如钩杆,起者静也,落者退也 未起如钻字,未落如钻字,起如箭,落如风,追风赶跃不放松 起如风,落如箭,打倒还嫌慢,足打七分,手打三 五婴是烧要合拳,气随心意随时用,硬打硬尽,无遮拦 打人如走漏,看人如薅草,胆上如风响,起落是见窜 进步不胜,备有窃敌之心 此事初步明进,有形有相之用也,至暗尽之时,用法更妙 起似折龙升天,落如霹雷基地,起无形,落无踪 起义好似卷地风,起不起,何用再起,落不落,何用再落 低之中望为高,高之中望为低 打起打落,如水之翻浪,不翻不窜,一寸为先 足打七分,手打三,五婴四烧要合拳 气随心意随时用,打破身世无遮拦 此事两步暗尽,有无穷之妙用也 权无权,义无益,无益之中是真意 权打三劫不见形,如见形影不为能 随时而发,一言一默,一举一动,行止坐卧 以至于饮食茶水之间皆是能用 或有人处或无人处,无处不是用 所以无辱而不自得,无枉而不得其道 以至既然不动,感而随通,无可无不可 此事三步化尽神话之功用也 然而,所用三步之功夫,虚实,其正 亦不可专有意用于其正,虚实 虚者并非专用于笔 其手在笔手之上用劲拉回 落如钩杆位置时 笔手挨不着我之手 我用尽将笔之手拉回,为之虚 并非专用意于虚实 是在人之行事赶出耳 其正之理已然 其无不正,正无不齐 其中有正,正中有齐 其正之变化如循环之无端 所用无穷也 全经云全弃雨不空回 空回非其全 正为此一眼 学者深思各物此理 而要义得已